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八个地块正在向温哥华市政府申请重新规划 以发展两座18层的塔楼和一座6层高的社会福利房 也是位于堪比走廊 第三个堪比43区 三个地块的重新规划已获批 将开发一栋29层的市场住宅楼和一栋15层的酒店 预计将与今年秋季开始启动预售 第四个堪比45号 五个地块将被开发为21层的市场住宅楼和11层的酒店移计办公空间 第五个堪比59号 一个地块被市政府批准开发6层公寓楼 第六个Cremendale Ash 两个地块将被开发成4层的公寓 第七个Georgia Court 位于唐人杰的一个现有25个单位的综合体 第八 Kinsley Frame 一个地块重新申请以获批 该项目为10层楼有219个市场分层单位 一些单位已经预售 但由于预售比例不够 建筑融资被迫停止 第九 Loreal 57 作为堪比走廊计划的一部分 五个地块被开发成一个高密度综合体 第十 Oakwest 52 23个连排别墅施工已经完成60% 其中22个已经成功售出 第十二 Pacific Borough 现有的7层商业建筑 历史商被称为Kinburne大厦 第十三 Sarsville Garden 一个占地2.7公寓的房产 第十四 Transit Projects 在快速交通系统附件有3个独立项目 第十五 Nanamo 9个地块 Nanamo 22 是11个地块 Slogan 29 是6个地块 第十六 Wilmer 温哥华南部的一个开发项目 目前已经停工 总结有三大原因导致申请破产 原因之一 风险管控不大 没有充分意识到温哥华开发房地产的过程 极其复杂 昂贵且缓慢 市政审批的漫长 导致开发商实践成本巨大 从而导致许多项目利润远远达不到预期 甚至亏损 原因之二 没有认识到政府是黑老大 加拿大的政府是很穷很穷 因此需要借助审批开发的机会 向开发商摊派各种额外的指标 修路 修桥的费用 各种退让 楼层面积无偿捐赠 社区便利涉事捐款等等科捐杂税 小开发商根本无力抵抗 原因之三 利率猛如火 利率飙升导致房地产价格下跌 融资成本又远远超过预期 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 不少开发商死在了黎明前的黑暗中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